鬼灭之刃中各种各样的邪鬼术 非常有意思 许多厉害的邪鬼术 都拥有强大的攻击力 比如说黑子谋和基督太郎 都能发出极强的斩击 但是有一些邪鬼术 是没有强大的攻击力 而是从侧面影响敌人 更适合用来辅助队友战斗 比如下面这四种 朱氏夫人的祸血 朱氏夫人是劝着鬼舞时 无惨失落时 脱离无惨掌控的鬼 她的目的是打倒鬼舞时无惨 因此成为了鬼杀队的盟友 朱氏夫人的邪鬼说很奇特 只要让对手修到自己的血迹背后 都会被幻觉给迷惑 但是气味所及范围 会有差别影响到自己人 虽然没有正面攻击力 但是配合强大的队友时将有其效 比如炭治郎就在祸血通龙无障碍之相 这招下变得像个傻子一样 在第一季的第十集中 朱氏夫人使出了祸血白日的魔香 闻到气味的对象的大脑技能 会下降而无法放入秘密 手球鬼也因此说出了 鬼舞时无惨的名字 而被无惨通过细胞杀死 玉石狼的墓影 玉石狼是朱氏夫人成功制造的第一只鬼 因此玉石狼对朱氏夫人有非常好感 玉石狼的血鬼术能够注意他人的视线 或是让人看见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可通过符咒发动 也能够通过符咒看到其他符咒携带者 所看到的一切 在无限城之战中 朱氏被无惨杀害 玉石狼被暴怒的玉石狼的血鬼术 所压制并掌控 甘露斯密林的一黑小巴内 因此可以抽身并赶往无惨的所在处 随后 在无惨获取名女的事业时 玉石狼通过自己的血鬼术 让无惨观察到了蛇恋二柱一死的假象 最终 在与玉石狼争夺名女的控制权时 无惨遭到了玉石狼的强烈阻挠 随后 感到无比恼怒的 无惨索性便直接将名女抹杀 玉石狼的血鬼术配合鬼杀队的动压 总成了监视整个战场的视线网络 名女的无限城 无限城是如何产生的目前还不清楚 但名女的血鬼术 却可以操控无限城 它能够自由地改变无限城内的空间布局 还能对无限城中的事物进行传送 变助与蛇助在对付名女的时候 根本无法接近她的身边 还好隐身的玉石狼偷偷接近她后 并控制了她 在与玉石狼争夺名女的空气权时 无惨遭到了玉石狼的强烈阻挠 随后 感到无比恼怒的无惨索性 便直接将名女抹杀 谢老板的操作果然与众不同 眼梦是唯一被留下的下险鬼院 她的血鬼术能够强制对手进入睡眠庭开始做梦 接着就可以控制其梦境中的人和失误 通常来说 中了眼梦睡眠血鬼术的人的身体是动不了的 因为人的意识已经与身体隔离 梦中的人只能通过自我了结才能醒来 在播出的剧场版福建列车中 眼梦就出场了 虽然她的血鬼术不具备证明攻击能力 但是融合了其他事物的她 却能自由展开攻击 如果上弦三能和梦脸配合行动 恐怕鬼杀队会全军覆没吧 但是以一窝座的性格恐怕不屑于这么做 这期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阿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